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Coding迪士尼 上一节我们介绍了一种排序算法叫做堆排序 同时利用堆排序实现了系统的一个Timer机制 这一节我们再看一看堆排序的另一种运用 也就是我们可以用它来实现某一种具有特定属性的宿主的排序 那么这种宿主呢叫做波浪型宿主 波浪型宿主是这样的 大家看这里面有一个这样的宿主 大家看前面宿主的前几个元素 首先呢这里面这三个元素一开始呢 它是递增的也就是往上走 然后接下来从493开始呢 往后走往到这走走到221呢 它这里面走到一个顶点之后又开始往下落 这样的话前面这一段前面这一部分的元素呢 它的特点是先上升然后后下降 于是它的这个如果抽象来看的话 它就很像一个波浪 所以这样的宿主呢 我们就称之为波浪型宿主 大家看接下来这一部分又是这个特点 从221开始 339418452 这里是先上升的 前三个这里面 这里面这三个元素是先上升的 从452开始 然后又下降 452442190又下降 所以说它上去了之后又下来 这样的话又是一个波浪 综合研呢 整个这一个宿主A呢 它还有两个波浪 第一个波浪是前面这一部分 第二个波浪呢 则来自于这一部分 OK 那么这种先下降 然后又上升再下降 这样的类型的 就有这样子类型特性的宿主呢 我们就称之为波浪型宿主 那么它这个宿主里面 就有两个波浪 OK 那么现在我们的题目要求是 给定一个K个 还有K个波浪的宿主 要求呢 你设计一个高效的算法 对这样的宿主进行排序 在排序的过程中 我们可以申请一个 同等大小的空宿主 并且呢 还要允许你再次申请一个OK 大小的额外空间 来辅助你算法的实现 这个K呢 实际上就是这个波浪的个数 大家看在这里面 我们有两个波浪 这里一个波浪 然后第二个波浪在这里面 所以两个波浪的话 对应于这个算法要求里面呢 我们就相当于这个K 就相当于这个宿主里面的2 OK 这就是我们要完成的一道算法题 OK 那么大家可以想一想 想完了之后 我们可以继续往下走 大家注意 在处理这个波浪型宿主的时候呢 第一步我们要关注到这一个波浪型宿主的特性 首先呢 这一个波浪呢 它前半部分的这个元素呢 是递增的 后半部 后半部元素呢 是递减的 那么这样的话 也就是说一个波浪的话 它已经具备了一定的排序性 所以我们利用这个特性呢 先可以快速的对一个波浪里面的元素 去进行排序 比如说我们可以对第一个波浪 先把这里面选中的五个元素 先进行排序 那么怎么样才能快速的对这一个波浪进行排序呢 我们要利用它先递增 后递减的这一个性质 大家看一下 我们把两个指针分别指向这个波浪的起始元素 和波浪的最后一个元素 我们都知道从后面开始呢 从后面的这个P2指针往前走 它是递增的 然后往后走 往前走是递增的 然后从这个P1指针呢 往前走呢 它是这个也是递增的 我们利用这个特性就很容易去进行排序了 首先我们用P1指针指向第一个元素 然后用P2指针指向第二个元素 那么我们分别比对下P1和P2这两个指针指向的值哪一个大 把这个小的值呢 放入到这一个另一个数组中的相应位置 比如说大家看一下 这里面P1指向的第一个值是57 P2指向的值是221 这样的话P1的值呢 就比P2的值要小 所以我们把这个57呢 拿出来放到另一个数组里面 然后把这个P1呢 指向第二个元素 指向第二个元素的时候 再跟这个P2比较 发现呢 这个P1的值还是小 所以把这个131放到另一个元素 走到493 这时候493跟P2比呢 发现这个221 P2的值要比493小 所以这个把221放入到另一个元素 然后把这个P2指向294 然后再跟这个P1指向的493相比 294还是比493要小 所以把P2的值呢 放入到另一个元素 最后这个P2和P1呢 同时汇聚到这个493这个元素这里面 这样的话 我们走到这个时候呢 前面第一个波浪呢 就已经排好序了 OK 那么大家看 这个流程呢 我们只要遍立这个波浪的这个所有数 所有元素呢 就可以完成 所以我们这个对这个波浪进行排序 它的时间复杂度是线性的 OK 我们看一下我们的代码 是如何实现这个波浪排序的 OK 把它拖过来 大家看在这里面的时候呢 我们一开始的时候 有一个FiveWaveSaw FiveWaveSaw 首先呢 这个函数呢 它要先找到一个波浪 找到这个波浪之后 对这个波浪呢 再进行排序 那么Saw Wave呢 就是对这个波浪进行排序了 我们看一下是怎么找到波浪的 首先呢 一开始我们让这个波浪的WaveBegin呢 指向波浪的开头 WaveEnd呢 指向这个波浪的末尾 这样的话 我们先从 这个WaveBegin呢 先从这个数组的第0个元素开始 然后后面开始去循环 首先呢 我们先看这个 如果当前的这一个 当前的这个元素 比它下一个元素要小的话 我们就知道 我们处于波浪的这个上升的 这一个这一块 那么这时候呢 我们要看一下 如果我们判断到 当前的元素 比当下一个元素要大的话 我们就知道 我们进入了波浪的 这个下降的这一部分 那么什么时候 要判断到这个波浪结束呢 如果我们走到了这个波浪的下降的这一部分 于是这个WaveDum就会设置成处 那么同时呢 这个在WaveDum的 在WaveDum设置成处的时候呢 前面我们有这个RisingAgain 也就是说这个RisingAgain 设置为处的话 那么就表明前面有一个爬坡 也就是一个上升的过程 那么现在有一个上升的过程 然后进入到一个下降的过程 进入到一个下降的过程之后呢 我们再进入到一个下降的过程之后呢 这时候我们就知道 我们进入 我们来到一个波浪的这个 呃 结末尾处了 那么另一个末尾处呢 就是 大家看在这个 大家看这个数组这里面 首先我们在这里面 这个波浪首先 首先在这里面有一个 有一个这个上升 然后这个294 稍等 大家 喂你好 你稍等一下 我维护下来 现在这种忙 稍等一下行 大概20分钟 哎 行 好的 好 谢谢 谢谢 大家看在这里面 我们在前面 这里面的时候 这里面是上升的 然后下来之后 大家看 注意下来之后 到这里面 走到下来的时候 这里是这个波浪的下降处 那么这时候下降之后 到这里面的时候 这里一开始是下降的 这时候又开始上升了 那么这个转折点处 由下降 呃 往上升 这个转折点处呢 我们就知道 这前面这里 就是一个这个波浪的一个范围 OK 那么另一种 第二种情况就是 最后一个波浪的时候 大家看 最后一个波浪的时候呢 首先是上升的 首先在这里是上升的 然后接着在第二部分是下降 下降 由于它在里面是已经走到了这个对列的末尾 所以它后面没有元素了 因此走到这里的时候呢 它就不可能再找到一个上升的趋势 所以我们看到这一个波判断一个波浪的时候呢 首先我们判断是不是有一个上升的过程 然后再判断是不是有一个下降的过程 下降了之后突然变成上升 大家看 在这里面下降了之后突然上升 我们就知道我们走完了一个波浪的周期 第二种判断情况呢 是首先我们判断它有一个上升的过程 然后有一个接着判断有一个下降的过程 下降了之后呢 走到了这个所有元素的末尾 这时候它也是一个这个波浪 所以在这里面我们的代码就是这么判断的 首先我们看一下这个 它已经有一个下降的过程了 有了下降的过程之后 这时候我们又遇到了这个上升的这个情况 所以我们就走到了一个波浪的末尾 要不然就是我们遇到了下降的过程 然后走到了元素 走到了所有这个数组的末尾 这样的话 我们也认为是遇到了一个波浪的这个末尾 那么遇到波浪末尾的时候呢 我们用这个weaveend呢 记录下来 然后这个weavebegin呢 大家看这个weavebegin一开始是0 那么这个weaveend的下一个元素呢 就是下一个波浪的这个weavebegin 所以通过这个判断方法呢 这里面这一段代码呢 我们先抓住这一个波浪的范围 然后调用这个softweave呢 去这个对这个波浪进行这个排序 大家看我们这里面仍然是拿两个指针 一个是begin指向波浪的这个起始元素 这个n呢 指向波浪的末尾元素 然后判断一下这个波浪的起始元素大 这个开始的这个begin指针指向的这个元素大 还是这个n指针指向的元素大 我们把元素大的这一个呢 放入到另一个这个数组中 然后把这一个被选中的这个元素的指针呢 加加 如果是末尾的这个p2指针的元素大的话 我们就把它的值放入到数组 然后减减这一个p2指针 这个n对应的是我们的p2指针 这个begin对应的是我们刚才所说的p1指针 这样的话经过这个serve way的话 我们就可以去可以去这个对一个波浪进行排序了 我们看一下这个相应的代码调试 来看一下 假定大家看在这里面我们有一个数组 就是我们刚才立中所给的数组 看一看我们如何对他的波浪进行排序的 首先呢我们来到这里设一个断点 ok设一个断点 大家看一下 然后我们走起来看一下 我们在这里面也设一个断点 走一次就行了 好 ok 他判断到了一个这个波浪 我们看一下 这个weave begin呢 它的值是0 大家看 然后这个weavem呢 它的值是4 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例子 0是在这里面 4是这一个元素 所以我们找到的这个波浪呢 它的范围呢是正确的 正确的话 我们接下来用这个soft way去 对这个波浪进行排序 然后我们在里面走 大家看进来之后 首先呢我们抓住第一个这个begin是0 begin是0的话 也就是说我们用这个pe呢 指向了第0个元素 波浪的第一个元素 p2呢指向了最后一个元素 ok 然后比对一下 那么大家看 首先呢pe指向的这个值呢 比这个p2指向的值要小 所以我们先把这个小的值放入到另一个数组中的适当位置 ok 这样的话 通过这么一走的话 大家走自己调试一下 走完这一个流程的话 一个波浪就排好序了 我们出来后看一下 ok 我们出来后看一下 然后看我们这一个 再看一下我们在这里面 再看第一个波浪已经排好序了 再看第一个波浪 57131221294493 已经排好序了 我们再看一下第二个波浪 ok 第二个波浪的起始地址是这个5 然后N是这个9 大家看第二个波浪的地址呢 正好是在这里面 在这里 正好是这一段 然后排好序之后呢 我们看一下 下来排好序之后 我们再看一下排好序的结果 大家看最后这里面 最后这里面 这里面 第二个波浪 大家看 第二个波浪这里面呢 它也已经排好序了 ok 我们第一步就已经完成了 把这个波浪排好序之后呢 我们就完成了这个算法的第一步实现 那么有了这个波浪排好序之后 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做呢 大家看 现在我们这一个波浪排好序之后呢 每一个波浪呢 那么既然排好序的话 波浪的最后一个元素呢 肯定是它这个波浪里面 所有元素的最大值 这样的话 我们把所有波浪中的这个元素的最大值 全部拿出来 我们就可以组成一个大堆 然后每一次用这个大堆的这个一串 maximum 就可以得到这个堆中的最大值 那么每次取出最大值 然后放入到相应的位置 我们就可以去对整个素组实现排序了 假定呢 我们现在给定另一个新的波浪素组 大家看 给定一个新的波浪素组 排好之后呢 它有下面四个波浪 一二三四对吧 四个波浪 然后每一个波浪排好序之后 我们把它们每一个波浪的最大值 分别拿出来 493452 510 以及631分别拿出来 拿出来之后 组成一个这个大堆 那么大堆的话 这个extra maximum呢 就会得到最大值是631 那么631呢 肯定就是整个素组的最大值 于是把它放入到这个素主动的相应位置 然后这个631拿到之后呢 我们把它前面的这个元素450加入这个堆 450加入这个堆之后 接着形成的大堆是这样 紧接着我们得到 再通过这个extra maximum呢 得到这个510 510就是所有元素中导数第二大的值 把它拿出来 510是在这里面 那么拿出510之后 接下来我们就要把510前面的元素 431把它给加入到堆战 432加入到堆战 加入到堆战后是这个情况 那么这时候在extra maximum呢 得到了493 493是来自这一个 不让的 把这个493拿出来 放到相应的位置之后 再把这一个294呢 它前面的这个元素呢 294呢 把它给加入到 我们的这一个 大堆中 最后形成一个大堆 然后反复的运行这个流程 最后得到的宿主呢 就是排尔序的宿主了 OK 那么我们现在去分析一下 这里面 这一个动作所执行需要的时间和这个空间 我们现在有K一个波浪 那么我们要从K一个波浪中取出最大值 所以就会有这个K一个元素 大家看这里面有四个波浪 我们就取出四个元素 组成了一个大堆 这样的话 根据前面我们讲的这个堆排序 那么构造一个大堆的这个堆排序的这个复杂度呢 是K乘以LogK 也就是说拿若干个元 拿K个元素构造成一个大堆的话 它的复杂度也是K乘以LogK 那么从一个大堆中取出这个最大值元素呢 它只需要直接把这个手前面这个元素拿出来就可以了 那么然后再把一个新的元素加入到一个还有K个元素的堆的时候呢 它所需要的时间复杂度是LogK 在上一节我们也详细讲过了 那么我们需要总共需要进行这个N次 执行N次这个一刷maximum 然后需要把N-K个元素加入到这个堆 所以总共需要的时间呢 排序时间是N乘以LogK OK最后我们需要的排序的总时间是N乘以LogK 由于我们构造多余的过程中呢 只需要K个元素的多余的存储空间 所以我们满足了题目的要求 最多能够分配K个元素的多余空 多余空间来实现我们的算法 所以我们这么实现呢 是能够满足这个数值要求的 OK我们接下来看看我们这个具体的实现 大家注意在这里面的时候呢 我们在对这个元素进行排序的时候呢 我们需要知道这个取出来的最大值的元素 处于哪一个波浪中 因为我们需要把它前一个元素 但它取出之后要把它的前一个元素给取出来 所以我们需要记录的信息是 需要知道这个元素的值 还需要知道这个元素 在这一个波浪中的下标 以及这个波浪的起始和末尾 这样的话我们就构造一个新的类 大家注意看一下 我们就需要构造一个新的类叫做Pair 这个Pair呢 一开始的话这个是值元素的值 然后这个Begin呢 用来记录这个波浪的起始位置 N呢用来记录这个波浪的结尾位置 然后这个Echange呢 是用来交换两个Pair的值 OK它没有什么太大的这个需要说明的地方 另外一个需要说明的是呢 我们需要对这个Pair进行排序 进行堆排序 堆排序的时候呢 要根据Pair中的这个值 这个VAL这个值来排序 所以我们对上一节的这个HeapSol呢 对上一节的这个HeapSol呢 进行了一个更改 以便它能够对这个Pair对象进行排序 然后这个HeapSol 把它更改之后变成的是这个HeapSol 那么大家注意看一下这里面的一些代码更改 代码更改主要在这里面有一些更改 这个Insert有一些更改 然后对这个Extra 以及对这一个 对这个MaxHeapFile 大家看 对这个MaxHeapFile这里面的时候 进行了一个相应的改动 只是一个相应的改动 算法的基本原则没有变 只不过是一些细节上有了改动 所以大家注意拿到代码的时候 注意看一下这个类的实现 OK我们回过头来再看一下 我们如何用这个堆排序来对来实现刚才我们所讲的算法 OK回过头来的时候 我们需要在这里面把这两条加上去 大家看在我们这个遇到一个波浪的时候呢 我们需要把这个波浪的末尾的值放入到这个Pair中来 然后把这个波浪的起始位置和这个波浪的节纹位置呢 把它也放入到Pair中来 那么这样的话 这个Pair对象呢 就记录了每一个波浪的最大值 以及这个波浪的起始位置和末尾位置 然后最后我们看一下这个Sold Error这个调用 在这里面一开始的时候呢 我们用这个 我们把这一个波浪所构成的这一个堆链呢 这一个宿主呢 进行一个堆排序 构造成了一个大堆 大家看构造成了一个大堆 构造成大堆之后 我们每次从这个大堆中呢 取出这个最大值 取出这个最大值之后 把这个值呢 放入到我们这个宿主的相应位置 然后呢 把这一个值 我们先判断一下 这个值是从哪一个波浪里面出来的 然后把这个当前的这个指针呢 往前挪一个 也就是说把这个元素中 所在波浪的前一个元素 加入到大堆 OK 加入到这个大堆 这样的话就是我们在这里面 所描述的这一系列算法 OK 所描述的这一系列算法 好 我们回过头来 大家可以 这里面的这个代码的实现呢 跟我们这里面所描述的这个算法步骤呢 是英文一样的 大家到时候回过头来可以看一下 然后我们看一下运行起来看一下 回过头来 在这里面 我们把这一个给注释掉 然后把这里面给拉回来 OK 然后我们看一下这里面的运行 在这里面我们设一个断点看一下 把这个断点去掉 OK 大家看一下 我们第一次得到一个最大指示 大家看是631 OK 它跟我们这个这里面 我们这个指定的这里 算法盲数是一样的 是631 那么按照完631之后 我要把631前面的450 大家看 我们把631前面的450加入大堆 所以在这里面呢 我们就把这个前面的这个631呢 大家看 我们把这个值加进来之后 大家看这个450 在这里面 这个450呢 我们就加入到了大堆 通过insert加入了大堆 好 看一下第二个值 第二次我们取出来的是这个 再看510 取出来是510 510在这里面取出了510 取出了510之后 我们要把510前面的这个432 加入大堆 OK 大家看一下 再往下走 看一下 大家看 我们就把510前面的432 加入大堆 再往下走 这一次我们得到的值是这个493 大家看 这次我们又得到了493 OK 那么所有的这个步骤呢 跟我们这里面的分析是一模一样的 大家可以自行调试的时候再看一看 那么整个完成我们的所有算法之后呢 大家看 最后打印出来这一个数据 大家看 它已经是排好序过的 7131190 221230 OK 你看看 大家看 已经是排好序过的 也就是说 我们通过这个堆排序呢 对这个波浪型数组呢 进行了一次 这个非常快速的排序 而这个排序的时间复杂度呢 就是我们刚才说的 这个是n乘以logk 那么在一个这个波浪型数组中 它的波浪数其实是蛮小的 一个小的数在对除对数的话 那么这个因子呢 就非常小了 所以综合下来的话 我们用堆排序 对一个波浪型数组进行排序的话 它的时间是距离这个线性的 这个复杂度是很近的 所以我们使用堆排序 去对这个波浪型数组进行排序的话 实际上效率是非常高的 OK 这就是我们这一节的主要内容 大家拿到代码的时候可以自行调试一下 最后大家可以关注我的这个公众号 以便及时的获得相关的资料信息 好 这是我们这一节的主要内容 谢谢大家来到Coding迪斯林 希望大家继续关注我们后续的课程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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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